这幅画呢 都是处于一个湿化蕴染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纸张的湿度 一定要给它把控好 然后你不能就是 让它干燥的太快啊 大家在画天空的时候 手速一定要快 然后我们先把天空的这个纸张 给它涂湿 然后包括房子的区域 都涂湿也没有关系啊 就是反复的蕴染 让它的纸张表面呢 布满这个水分 然后呢我们拿出 这个小号的圆头笔 我们呢先用 这个亮黄色 加上一个青竹色啊 然后把下边的这个 天空呢 先给它添土一层 偏亮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 这个呢是比较绿色系的 然后呢我们 用这个青竹色 然后呢来画这个天空 这个极光的这个区域的颜色啊 然后注意它的这种色彩的一个表现 这个都是在湿化蕴染的基础上啊 然后占取这个亮黄色 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呢 多加一些这种亮色 然后它的色彩呢 有很多的这种变化 好 然后我们用这个深蓝 加上青竹这个颜色 然后在这个极光的 这个区域啊 给它添土一些这种色彩 颜色呢是一层一层的递进的啊 这个地方 然后呢快速的用这个深蓝色啊 我们叠一下这种天空的一个效果 就像一个这样的状态 的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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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的 你还能领解一下 我要重新的一层的一层的一层 再一下 然后把下边也给它剪脱一下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深蓝色 快速的把上边的天空再给它捏一层 挂动一些这种笔触也是可以的 就是直接用这个深蓝色 这样呢整个的这个 天空极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给它刻画完了 这个地方呢稍微的就是要控制一下水量啊 这个水量如果控制不好呢 这极光表现出的效果呢可能就感觉会比较奇怪一点 然后呢我们 把下边的颜色给它 这样晕染开 然后呢我们趁着底色还没有完全干燥啊 我们来把树林的颜色给它添涂一下 树林的颜色呢也是偏深一点的 用这个 青 深蓝色啊 加上一点 青竹 再加上一些棕色 然后呢我们添涂在 这个区域 先让它呢 湿化运染出一些这种树林的啊 层次关系 然后我们后续可以再细致的给它叠加 就是 嗯 它是有几层天空的湿化运染 树林的湿化运染 如果我们刚刚接触绘画的小伙伴呢 就是朋友呢 要注意啊 就是水彩的表现呢 它就是有两种 就是一般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呢 都会湿化和干化结合进行一个绘画啊 然后用这个深蓝 加上这个紫色啊 再加上一点这个棕色 然后调出这种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叠在这个下面 这个颜色深一点没关系啊 就是说 也不用敲打了 就是点缀一些这种 色点啊 让它后续的这个颜色呢 也能有一些变化 毕竟它这个里面是有雪的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的 先让它有一些这种 色彩的一个变化 然后下部的颜色呢 我们用青竹色 加上一点啊 这个蓝色 蓝色 这个颜色呢 也是比较清淡的 可以加入一点点黄啊 你看它的颜色 要让它呢 先亮一点 虽然这是一个雪景啊 但是呢 我们的色彩表达还是比较鲜艳的 然后再用这个深蓝 加上青竹 然后把下边的这个颜色 给它填图一下 就是它这个区域是偏亮一点的 就是和上边的这个天空呢 会有一个啊 比较和谐统一的一个色彩 这个呢 就是你给它刻画出一个门的效果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小窗户 然后呢 我们把天空敲打一些色点啊 就是表现星星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色点不要太大 可以在纸张上吸一下 然后敲打一些这样 星空的感觉啊 一敲打完色点呢 这个画面的氛围感 就一下就起来了 地面也是啊 然后也敲一些这种色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房屋啊 天涂一些珠光的颜色 还是用这个银色 银色 然后呢 天涂在这个 房屋的这个区域当中 天涂一些这种 天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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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幅画呢 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天空呢 是有这种珠光色 然后呢 白水粉的 泼洒色点 还是能看出来的啊 然后呢 小房子 房盖 还有小路的区域呢 我都涂了一些珠光色 还有一个漂亮的圣诞树 希望大家都能把这幅 治愈的小风景 给它画出来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 天空的啊 这个极光的一个愿染 好 期待大家的打卡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